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剛剛我們教育部已經宣布了 要停課到6月28日 原則上應該是暑假才能夠開學 到底要怎麼辦 我們也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還是一樣 回到課本上來 我們就做一下影片的教學 拍影片的好處 你們可以多看幾次 可以多看幾次 不要只有一次兩次 很多東西給看過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進入社會的第五單元 家鄉的生活 社會的第五單元家鄉的生活 在第四單元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說 我們地方的名勝與古蹟 那地方的名勝與古蹟 跟我們的生活就是息息相關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地方的名勝古蹟 可以了解到我們當時的生活的情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家鄉的生活 我們可以從哪裡 其實生活 生活不外乎就是什麼 食衣住行 育 樂 醫療 所以這些地方 我們都可以從這些來看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五單元的一個說明 交通網路的發展 帶動資訊的流通 也促進生活物質的往來 新事物的交流正衝擊著家鄉的生活 原有的傳統文化也逐漸在改變當中 來 各位小朋友我們來聽這句話是什麼 交通網路 什麼指的 是交通網路 交通網路就是指的 像我們那個運輸 我們現在運輸 比如說像 航運 空運 海運 這些運輸 那運輸靠什麼 當然就是靠交通工具 那交通工具的發展 比如說像以前 以前我們都是說 我們有講過 人力背負 來載運貨物對不對 沒有騎乖 以前沒有錢的人騎乖 那馬再怎麼快 大概四五十公里吧 可是你像我們現在開汽車 我們汽車 一百公里隨隨便便都可以開個一百公里 對不對 像高鐵三百公里 今天早上才講過 像那個飛機 飛機已經有超音速的飛機 時速都一千公里 所以像這種東西 它是變成什麼 讓我們的交通網路變快 發展變快速 未來我也不曉得 會不會發明那個 瞬間移動的機器 像這個 其實說真的 這個應該都有可能 只是說 依我們目前 依我們目前的能力 科學的能力是不行 但是你怎麼知道一百年後 你看一百年前 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蒸汽機 火車什麼之類的 你看這一百年資訊速度那麼快 一百年前也沒有什麼叫電腦 你看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交通網路 不只有實質的交通網路 包括什麼 資訊的交通網路 比如說什麼 像我們現在坐在教室 我就可以跟你們在 在你們家這樣子的聊天 透過電話或是透過視訊 我們早上都有上過視訊的情況 你看 我就可以透過這些東西 這叫資訊設備 那這些資訊呢 變快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現在馬上 就跟你講很多很多的事情 當然我們現在 像老師也常常跟你們做的 我們上 上社會課的時候 有時候常常就Google Map 然後來 就丟到美國去 丟到日本去 丟到泰國去 丟到那個澳洲去 西班牙去什麼的 我們就可以去到各國的地方 去看地方的景點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資訊的流通 那也促進了什麼 我們生活物質的往來 那這生活物質的往來指的是 這個交通網路 就是飛機啊 然後那航運啊 那新的事物 你看新的物資嘛 外國的東西會來到我們台灣 台灣的東西也會流到外國去 那台灣的東西對外國就是新的事物 外國對台灣來講 它也是新的事物 這些東西正在怎樣 衝擊著家鄉的生活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過 十一住行育樂宜 所有的生活都是從十一住行育樂宜來講 你看我們現在也常常吃漢堡 對不對 然後吃薯條 吃炸雞 吃牛排 吃生魚片 那你要知道生魚片 這個也是外來的一些文化 我們台灣本土應該沒有在吃 沒有在吃那個生魚片 除了原住民以外有 但是我們台灣本土的人幾乎沒有在吃生魚片 那牛排 然後漢堡 然後義大利麵 像這些東西都是外來文化 那它也會逐漸的去影響 影響什麼 影響我們舊有的傳統文化 你想想看嘛 以前每個人都吃米 現在有一半的人不吃米 現在都一半的人吃牛排 或者吃義大利麵 那傳統的米食 傳統的米食 它的東西會不會減量 會啊 對不對 所以它正逐漸在改變當中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十一住行育樂醫療 這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家鄉的生活可以從哪些去看 來第一個 家鄉的古早味 我們待會兒會講到四之一的部分 就是家鄉的古早味 那古早味有哪些 傳統飲食 傳統的來你看十住 十一住 然後一些器具 你看是不是從十一住行育樂醫 這邊去看 對不對 然後家鄉的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指的就是什麼 外來的文化 那文化跟文化 外來文化跟台灣文化 跟我們我國的文化 做一個交流影響 會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好 那我們不要局限在台灣 各位小朋友 我們眼睛真的要放遠一點 其實現在 不要說現在 三四十年前就在講地球村地球村 其實我們在宇宙來講 我們其實已經知道說 其實 雖然 我們認為宇宙裡面有其他的生命 可是目前我們還沒發現 那地球就這麼大 如果你有常常看老師的影片 老師都會放宇宙到底有多大 整個宇宙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還沒有辦法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但是我們知道 一個宇宙裡面 有無數的銀河系 一個銀河系裡面有無數的太陽系 每一個太陽系裡面都有一個地球 你想想看 都數不清了 怎麼可能會沒有外星人的那種生命呢 所以我們不要眼界這麼小 外國人也是人 我們要跟世界做朋友 好 那我們來看到 五之一 第一 家鄉的古早味 家鄉的古早味 老實最喜歡的 老實是什麼 那個豆漿 豆漿 然後蛋餅 這一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早期家鄉的飲食 先畫重點 早期指的是什麼 以前 城鄉的交通不發達 所謂交通就是我們現在交通工具 以前都是怎樣 以前都是用 那個 比較快的用馬 用那個受力來傳遞貨物 那比較慢的可能就用背負的人 人力背負的 所以你看 以前的人 基本上一天頂多走個二三十公里就很快了 所以你台北台南往返的話大概要十幾天 往返的話可能要二十幾天 所以你看這樣子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們台南要以前 早期台南要吃到台北的東西都很難 各何況是外國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行的 所以 早期的交通不發 所以 居民 怎樣 他的生活型態 形態偏向於什麼 自己自主 客山吃山 客愛吃海 老師這句話 老闆跟你們講 這句話 老師常常跟你們講 以前的人 客山吃山 客愛吃海 什麼意思 我靠近在山林裡面的人 我就利用山林裡面的東西來吃飯 比如說 山裡面有獵物來打獵 或者是說可以種一些蔬菜水果 那 客山吃山 用 用 山裡面的資源來生活 客愛吃海 用海邊的資源來生活 你看海 海邊的漁民 他就可以多吃一些海鮮 像老師很喜歡吃海鮮 我都很後悔說 沒有住在 住在海邊 可是我住在海邊 搞不好就不喜歡吃海鮮了 對不對 所以 以前的生活都是靠什麼 靠附近的東西來過生活 然後因應生活不同的需求 所以 在這不同的需求的情況下 居民會發展什麼 發展不同的儲存方法 儲存什麼 來儲存食物 為什麼要儲存食物 因為我們都知道嗎 冬天食物就會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保存食物的方法 所以保存食物的方法 這邊就出現了第一個 曝曬 然後 第二個 風乾 第三個 醃漬 好 等 等就是什麼 還有其他方法 等就是還有其他方法 不是只有這三種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這三種 包括我們現在比較科 科技的像真空 我們現在真空密封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保存食物的方法 好 那 來保存食物 我們用這些方法來保存食物 也運用不同的食材跟做法 來變化食物的風味 不同的食材 比如你看肉掌 肉掌裡面還有人部掌 百部掌 人部掌會先炒過 百部掌沒有 百部掌就是 北部的肉粽就是 米啊 都還沒先炒過 都還沒煮過 就直接 直接放進去 所以北部的肉粽比較 味道比較淡 南部的肉粽就比較重 味道就會比較重 味道就會比較重 炒花粿啊 豆泥 那像這些都算是豆製的 豆製的 你看豆漿 然後炒花粿 這些都是豆製的 肉掌 肉掌 肉掌不是 糯米啦 糯米做的 好 這些都是早期居民的生活飲食 早期喔 那早期居民還有什麼飲食 我想想看 嗯 其實還蠻多的 但是突然間想不到 像 蛋餅啊 蛋餅也是啊 然後 那個擂茶 像這些都是啊 很多啦 只是說有些會 會不見 有些會延續下來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是風乾的方式 它將魚怎樣 它的內臟掏空 然後放在太陽底下 曬乾然後風吹乾 然後這個居民呢 新竹 新竹叫什麼 米粉 新竹的 其實這邊你們也可以順便記一下 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像藍魚的話 藍魚的名產是什麼 飛魚嘛 飛魚嘛 我們的外島的名產 其實大部分都是飛魚 那那個 新竹這邊是貢丸跟米粉 貢丸跟米粉 還有士餅 那這個是看什麼 居民用什麼 山木蒸籠來蒸年糕 年糕你們有沒有吃過 過年現在我們應該都會吃過年糕 有黃色的還有白色 白色就像那個蘿蔔糕 白色比較像蘿蔔糕 然後黃色的又甜甜的 那都很好吃耶 以前很不喜歡吃 老師以前很不喜歡吃 但是覺得現在偶爾吃一下 蠻好吃的 然後居民會利用粽葉來包肉粽 你看那個端午節快到了 可是目前來講端午節應該不能過了 目前端午節因為已經封封封城 第三級警戒已經封到那個6月28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是應該還是沒有辦法移動的 所以各位小朋友我們還是要記得 務必要求一下,老師也要去校園,已經關了三個禮拜,這個禮拜,今天是禮拜一,六月七號 你看接下來還要關到六月二十八,等於說五月中開始幾乎都沒有出門,老師也都沒有出門,老師整天都關在家 所以老師現在到學校很開心,因為沒有地方跑,只有到學校來上班最好玩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我們講到吃的部分,十一住行育熱這些是我們可以去講的 鮮明的服裝、服飾,我們可以看一下,為了滿足衣的需求,早期的居民,最早最早當然是沒穿,原始人 那開始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之後,就是怎樣用樹葉來遮擋,用一些瘦皮來遮擋 然後呢,最後再利用手工、機具來進行編織,那用什麼來編織? 將那個樹葉,它裡面的纖維,進行揉捏等等的方式,讓它可以成為絲線,然後來做編織 那,所以這邊有講透過手工或者是機具,手工的話就這樣,你們應該有看過老師編那個球拍吧 這是交叉的疊合,那這些方式來進行編織,那編織的東西就可以變成布,布就可以做衣服 那也會利用什麼?利用藍料來增加顏色,比如說像那個藍色藍藍,我們知道原住民的藍藍很有名,這些東西我們都看過 那有些原住民更會利用什麼?更會利用他們採集到的一些特殊的東西,比如說像貝殼、獸牙、羽毛 你像貝殼,貝殼這個還很常見,去海邊看就看得到,獸牙,你看山豬牙你就抓不到了吧 那更不要說山豬牙,如果有熊牙的話更恐怖,你看那熊在打獵來的 那這種東西也可以在原住民的那個,他們的部落裡面是一種有地位的象徵 因為你看喔,你如果用一隻犬牙,簡單嘛,兔牙,小布拉雞的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用珠牙,山豬牙,不一樣了喔 如果用虎牙,哇更強了,如果用熊牙,熊的牙,哇那更棒了對不對 如果還有恐龍牙,喔拜託告訴我,這恐龍牙可能好幾億喔 好,忍重羽毛,羽毛就是像那種飛琴啦,就是老鷹啦 因為我們知道鳥類裡面最兇的就是老鷹啦 那在衣著上面當作一個裝飾品來增加美感 然後並且展現個人在部落上的一個地位 各位小朋友,這些東西是有身份地位的,不是你身材在看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以前的衣服飾有哪些 你看以前利用什麼,棕櫚葉,這個是植物喔,這是植物喔 然後交叉穿,剛剛講的用機具或者人工進行編織 然後編織起來,這包括這個帽子也是一樣喔 那這種東西,棕櫚編織的一個碧魚的東西我們叫縮衣 然後這個叫做什麼,斗粒,帽子叫斗粒 然後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藍藍,我們剛剛有講到藍藍 是藍色,將衣物染色,那也可以成為一種時代的流行 那我們講原住民會用貝殼啊,羽毛啊,或者是瘦牙等等來象徵尊貴的地位 像這個是什麼,應該是羊啊,那個山羊的牙齁 你看這些藍藍的衣服,而且每一件藍藍藍藍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喔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十一柱形的柱的部分 早期的建築,也要因地置疑,因地置疑還是回到剛剛那句話喔 剋山,吃山,不是真的吃山啦,不是把山拿出來吃 就是說,什麼叫因地置疑,就是你既然靠近山區 那你山區有什麼樣的東西,那你就因地置疑,比如說山區樹木最多嘛 砍樹木來做房子,對不對 然後海邊,海邊可能就是貝殼啊,或者是說 那個珊瑚最多,他可能就利用珊瑚或貝殼來做房子 或者是說泥土土塊 那居民會利用什麼,這個因地置疑就是居民會利用當地的一些資源 和所在位置來新建不同的住屋 所以海邊的住屋跟海邊的住屋跟山上的住屋是不一樣的 跟平地的住居不見得一樣的 好,比如說現在有什麼,土雀措 土雀措指的是什麼,土角,土雀指的就是土角 用土角做的 然後再來就是磚屋,磚屋就是我們以前有看過磚塊的房屋 再來就是像原住民的石板屋,像這個都是比較早期的 那我們現在都是鋼筋水泥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鋼筋水泥 要嘛就是磚屋,要嘛就是鋼筋水泥 那以前的各種形態建築跟現在融為一體 跟現在的環境融為一體 那以前還有什麼 以前還有像那個三合院,四合院,很多 還有好幾百合院的 一些,反正就是蓋得很密密麻麻的 我們在影片裡面也有看到過,那些很多很密密麻麻的東西 那這些都是以前住的一個文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像這一個 你看這都是土角,這扛的扛的就下來 這扛的,這扛的,這扛的,反正整間 用扛的,整間可能就下來了 然後這個是原住民的石板屋 你看它也說石頭雕刻而成的 那這個是我們閩南文化 我們在四字二的單元就有講過 閩南文化的一些居落 那有三合院,四合院等等 那中間這個叫堂,層 那廟的前面就是廟 我們房子層面也是叫堂 那這個東西都是拿來我們在賽谷用的 以前也可以在這邊遊玩 我們嘉義的家就有這個東西 好,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早期的生活器具,早期的生活器具有哪些 家鄉的居民會利用就地取材 然後最常見,最常見的就是什麼 最常見的就是木頭 那人民會利用什麼 當地的資源透過什麼 消灶,乾燥,火烤等方式來製作各種器具 來消灶,消灶就是用工具 用毒的,或是把它沾破 比如說椰子,你看椰子 它是不是圓形的 把它切成一半是不是 就可以變成兩個碗 當然那是更早期的 然後乾燥,乾燥就是說像泥土的話 把它放乾掉它就會成一個那個 然後火烤等方式來製作各式各樣的器具 比如說令草曬乾之後可以編織成草席 草席就可以拿來睡覺 然後草席是什麼你們應該知道吧 放在那個床上面的比較涼 草帽就可以來遮雨遮陽 然後陶土釘過捏塑 然後成形之後可以燒烤成碗、鋼等等的器皿 有很多等等的器皿 甚至可以做陶石的劍 那這些器具大多耐用而且又環保 為什麼又環保 因為這都是從自然裡面拿過來做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你看這是令草 那令草曬乾之後就會一個一個長長的 長長的經過編織之後就會怎樣 變成令草帽 你還可以做裝飾 那這是什麼? 這是泥土 那泥土經過怎樣? 經過手工的捏縮之後變成一個碗啊 或者是一個罐子的狀態 然後經過火燒之後 形成現在的杯子啊、碗啊什麼的 幾乎都是用這樣子 那像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現在的一些器具 各位小朋友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早期的生活 可以從食衣住行育樂醫療來看 你像我們以前育樂醫療好了 我們講育好了 育的部分 以前 以前指 像我爸爸阿媽 爸爸媽媽 就是你們的阿公阿媽 大概那個年代 其實大概 現在讀書只要讀到國小就好了 然後像老師這個年代 老師那個年代是讀到國中 像現在這個年代 現在這個年代應該是 要讀到高中了 12年國教要讀到高中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高中是一個基本需求 那你看這育的教育方式也不一樣 而且你像老師沒有讀過幼稚園 你們很多人都讀過幼稚園 因為我們老師小時候是不需要讀幼稚園的 可是你們像現在大部分都是需要讀幼稚園 雖然說現在還是沒有規定說一定要 但是大部分還是會去讀 這就是育的不一樣 像老師以前的話 老師以前到國中才開始學英文 你們現在國小就開始學英文 所以現在真的很好 所以在育的方面其實也都會不一樣 別說現在 你在更早之前的話 你看孔子我們在講 那是為什麼我們會尊稱他為自身先師 因為他把原本是只有官家的人口 官家所謂官家就是說只有當官的人他們才能夠去讀書 然後他把它開放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去讀書 變成師俗嘛 所以就變成學校的一個開始嘛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他就是自身先師 所以以前是不能讀書的啊 再來呢 十一句情 浴浴浪 浪 像以前我們在玩喔 你們現在最熱的就是什麼 線上遊戲 我們以前根本沒線上遊戲在玩 老師線上遊戲在玩也是近幾年在玩 以前根本都沒什麼線上遊戲玩 對不對 以前老師都最愛玩的就是 人家飄啊 然後著唱片啊 然後跳繩啊 有很多遊戲的 跳房子啊 那你們都不要玩過啊 就改天有機會的話都可以帶你們玩一下 古早的一些遊樂的方法 那在醫療方面呢 醫療你看喔 你要知道說 以前的醫療資源非常的匱乏 怎麼樣匱乏 都沒有醫院也沒有診所 幾乎啦 你像老師以前喔 老師有給你們看過嗎 老師手指被那個甘蔗刀削到 對不對 沒辦法送醫啊 在那邊等啊 哭啊 等媽媽回來 媽媽回來才花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坐車 帶你到那個市中心去給那個醫生縫 那個時候醫生縫 還沒有給你注麻藥 就直接這樣子 肉就是拿起來就給你縫了 痛死了 所以以前的醫療設備 也不是那麼的足夠啊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一種改變 那家鄉的 家鄉的生活從哪裡來 十一住行育樂 這個都有不一樣 那在課本上 我們大概只講到十一住 這個東西 那有很多很多都不一樣 我們可以自己去注意 好 那我們今天 五之一 家鄉的古早味 家鄉的一些文化 生活 我們就上到這邊 OK 那各位小朋友 如果沒有聽懂的 拜託 自己再重複一次 自己回來看 不然你沒看 我也不知道 桌子都不會 問什麼都不會 好 那今天就上到這邊 各位小朋友 拜拜